他吃什麼 他XX的那一個 他XX的 你的嗎 他吃XX的 我覺得他可能比較喜歡 你的肉的味道是不是 大家好 歡迎回到 Shirley跟鮮水油雞腿 雞腿姐 Shirley 好 沒錯 那這是一個非常 熟悉的畫面 只有我自己 YA 雞腿姐被踢出頻道了 好 等一下 妳會在外面 因為我今天那個 下午去清粉 然後 妳有點腫就不好意思 所以妳已經迴龍了 不是迴龍 那 今天的主題呢 就是 最近我們在想 我們之前有拍過那個 未來肉VS牛排嗎 然後我們在想說 欸 果果的VS不是很厲害嗎 所以呢 我們今天想來實測的就是 盲測就是 最貴跟最便宜的牛排 來看看 因為Shirley他們會 會吃最貴的最便宜的 就待會我們可能會用 布把Shirley的眼睛遮起來 然後來看 就是他們會先吃 最貴的最便宜的 好 大家在看之前 如果還沒訂閱我們的頻道的話 記得按下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開小鈴鐺 叮叮 就轉換句喔 一定要記得 啊 好 那我們馬上先去 煎這個牛排吧 Let's go Go 弟弟 今天要來盲測牛排好不好 好 弟弟說好 起來 現在來盲測牛排好不好 嗯 他說 他就是想吃和牛 那要不然牛排拿過去 欸 這根過來了 這裡 下根過來了 他吃肉 好 那我們今天要用什麼呢 煎這個牛排呢 所以最近我們買了一個氣炸鍋 對 這不是業配 這是我們自己很喜歡的 而且這也是我們第一次用氣炸鍋 來煎牛排 欸 炸 咕咕咕 就說他吃和牛了 他吃和牛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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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現在用氣炸鍋 那現在把它打開 好 那我們先放最便宜的 最便宜的牛排 看起來很像夜市牛排對不對 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說明書 200度14分鐘 好 那我們現在要把這塊便宜的牛排 這塊是多少 100塊 100塊的 好 放進去囉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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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嘛 幾度我忘記了 200度14分鐘 200度 200度 14分鐘 究竟會不會爆掉呢 好 開始了 開始 那我們就等下14分鐘吧 好 那我們再來放貴的 沙朗牛 很漂亮的油花 而且超厚的 噢 這個拿起來有點重量 好 那我們就一起放 然後 你知道為什麼我們要一起放嗎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省電 一個是貴的 一個是便宜的 好 放進去囉 我們這樣好像在業配喔 對啊 好 那他清廠他來聯絡我們 對 歡迎各自的七炸鍋來聯絡我們 剛剛已經調了200度 然後他要14分鐘對不對 這還蠻方便 他就用轉這樣子 開始 登登 那我們就等待14分鐘吧 14分鐘見 七炸鍋 掰掰 七炸鍋 掰掰 快樂 今天你要吃牛排對不對 聽錯嘴 先吃牛排好不好 快速快一點 不然他在等了 好可愛 趕快給你們吃牛排喔 好棒 等一下盲測喔 盲測好不好 夏丁 我說 弄那麼久 這中合耶 誰比我測 好啦 有這個 啵啵啵的聲音 好像跑不跑 太焦了 還是還可以 它還蠻漂亮的耶 它有點過焦對不對 有點過焦 現在等不及 現在等不及了 就說快一點 我們第一次用七炸鍋煎牛排 這個是沙朗牛 欸 還好 已經還有點去 好像有點乾 我不行 聽這個聲音 哇 七炸鍋是好烏喔 七炸鍋煎的牛排耶 滴了 有點過熟 可是還是還OK 有一點紅紅的OK 七八分熟 好 那就馬上拿去 切小塊然後給謝兒弟吃吧 來吧 我們先吃一小塊 那你先來吃吃吃看 好吃 因為它外面有脆脆的 叫脆脆的 這我喜歡 你不要傳染給我 不然你先吃完你了 好 我來吃這個300塊的牛排 嗯 這個比較juicy 可是我們等一下是要盲測 所以其實這個沒什麼差 好 那我們就馬上切小塊 然後去給謝兒弟來盲測吧 來看他們會選擇 貴的牛排還是便宜的牛排吧 Let's go 好 各位 那我們的牛排已經在這邊啦 這個是最貴的 那這是最便宜的 然後謝兒弟的我們現在 現在謝兒來盲測好了好不好 好 那我們就用一個圍巾 然後我們就輕輕圍上就好 對 假裝一下就好了 我們不會綁 對 我們就輕輕圍上眼睛就好 好 謝兒圍一下好不好 我們來盲測喔 這什麼頭啊 好可愛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休息一下好不好 休息個傻眼 那我們現在 你先介紹一下 嗨 第一人 嗨 第一人 這個是300塊的 這個是100塊的 好 所以 左邊是貴的 右邊是便宜的嘛 好 那我們來試試看 謝兒我現在吃哪一個 盲測 好 來囉 3 2 1 笑差不多了 不要一直笑喔 這很痛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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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這便宜的嗎 這個最貴的 這最貴的喔 應該是這一個 所以 西柔果然是 所以西柔盲測直接 吃貴的肉 好 不然再一次 這是便宜的 這是貴的 左邊便宜 右邊貴 再試一次 西柔 盲測開始 要吃什麼 那是貴的 那是貴的 是不是他習慣吃這邊的 真的嗎 西柔呢 盲測結果是 他都選 貴的肉 登登 好 那我們馬上來換 弟弟 弟弟很可愛 這很可愛 這個是貴的 這是便宜的 好 好 弟弟來 盲測開始 貴的 弟弟第一次也是選貴 那我們來試試看 第二次究竟他會不會又選貴的 西柔來鬧場 先看一下好不好 你剛剛吃過了 現在是弟弟盲測喔 好 那我們在盲測 第二次究竟弟弟會選貴的還是便宜的 是貴的 是便宜 真的一個紅一個很乾 好 三 二 一 第一盲測的來吃 他是便宜的 這兩個都是 等一下 他先是便宜的耶 他們兩個在打雞 所以他一次貴的一次便宜 那再一次好了 再一次 就是決勝負 好 那我們弟弟再試盲測最後一次 這個是貴的 這個是便宜的 第三次盲測開始 便宜的嗎 便宜的 便宜的 哈 最後是 弟弟兩次是選擇便宜的 所以弟弟是喜歡吃便宜的肉 我覺得他可能比較喜歡便宜的肉的味道 阿弟弟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所以呢 剛剛呢 弟弟最後都是選擇便宜的肉嘛 然後西柔都選擇貴的對不對 對 西柔真的很懂吃耶 他吃貨耶 然後弟弟可能是想說 他可能比較省著吃 他都吃便宜的 他說他主人給我吃什麼我就吃 盲車大成功 YA 那剩下的肉都給他們吃吧 對 然後放到他們的 放到他們的碗裡面給他們吃 好那現在我們把剩下的肉 還有他們平常會吃的菜都放在一起 就給他們當晚餐啦 對 所以你們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好 開始 吃晚餐 晚餐時間 裡面有最貴牛排跟最便宜牛排 還有南瓜跟蛋 超營養 超營養 所以呢 剛剛呢 西柔是選擇 最貴的牛排 盲車的時候 然後弟弟是 最便宜的牛排 兩個人喜好不一樣 我們剛剛其實有聞啦 然後也有吃 我們就的確貴的牛排真的是好吃 那肉質感就不一樣了 就有很明顯的差距 然後味道也是 所以西柔就是吃貨 他很懂得哪一個是貴的肉 然後弟弟就是夾醜肉就好了 等西柔弟吃完飯吧 希望西柔弟吃得開心 那口供吃東西也蠻良的 西柔好吃嗎 西柔好吃 西柔好吃嗎 西柔好吃 好 剛剛沒錯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盲測牛排就是 大成功 YA 然後就先變阿瑪 你可以講話啊 好像沒差 可愛嗎 當然不可愛 是阿瑪可愛不是你可愛 是我新造型 好 那剛剛盲測結果呢就是 西柔呢 兩次都吃貴的牛排 然後呢 弟弟呢是 兩次都吃便宜的牛排 所以西柔呢 他真的是吃我 他真的懂就是 貴的牛排比較好吃 就選擇貴的牛排 然後弟弟想說就是假仇吧 就好了 所以那今天實測 大家成功 那西柔第一次還在吃晚餐 那大家喜歡這樣的影片的話 可以下方留言告訴我們喔 然後 還想看我們 西柔弟 實測什麼 比較什麼嗎 還是盲測什麼都可以 所以你就不用理他了 我就想問大家 有沒有人用西柔果做過 寵物獻食 西柔果廠商可以聯絡我們喔 YA 好 那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鈴鐺 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我的頻道 一定要追蹤喔 好 到這裡影片見 掰掰 掰掰 西柔弟 掰掰 我們來吃 吃飽了嗎 互相檢查 吃飽飽了嗎 有沒有開心 有沒有開心啊 西柔弟 開心 啊 笑看起來很滿足耶 應該夠飽了吧 吃飽了什麼 對 他是不是你知道凱在玩嗎 看啊 你那邊沒有拉,好像拉到... 大拉 大拉 你才把我這樣 嘿,很甜 那我成功的嗎? 這邊 好 那我在吃回去 我吃 wardrobe 我以為是照顧 邊開齊 嚇死 хоч terrorist 就在炷裏 的